天忆带来宾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AKB48 Team Message 大声地说 我要给你当朋友 就是念念前辈为我吃蛋糕的部分 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折磨的一段时间 太主动太过头了 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展现了各自的画画功底 我发现好像有一点不对劲 就是突然觉得一下子多了很多团员 跟我们在一起 一定可以战胜疫情的 大家我们一定要加油战胜疫情哦 无法真诚表达 不再闪躲直面自我 大声喊出 Diamond 天忆带来宾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AKB48 Team Message 这次我们的大声钻石是我们AKB48 Team Message发行的第七张EP 对于AKB48 Group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大声钻石这首歌呢曲风很轻快 但也很有节奏感 而且节奏层层递进又很有力量感 所以他想表达的就是 如果沉默是金 那么大声说喜欢就是钻石哦 4月1日我们的EP也已经在音乐平台上上线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哦 耶 同时呢我们还收录了昔日的运动鞋 GATCHO和机会的顺序 机会的顺序是由我们第一届 猜拳大会的优胜者共同演绎的哦 请大家多多收听吧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的线上商城也上线了我们的实体一体 请大家多多支持 耶 哇这一次我们的服装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我也觉得大家应该会很喜欢 我们这一次的服装呢都是由我们日本的老师量身定做的哦 非常的精美非常的美丽哦 这套呢也比较特别一点 而且我们每个成员的头饰也都是有不一样的 像我是贝雷帽我就很喜欢 我们这一次衣服的配色是非常活泼明亮的 有非常亮丽的黄色 还有非常有气质的深蓝色 就像在黑暗当中绽放着亮丽的光芒 哇 然后这个配色整体上来说 还会有人想要就是会让人想要有一种去当交警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打克服是黄色配蓝色嘛 呃会有一种像钻石一样的感觉 因为钻石在被画画的时候呢 呃总是会以一种偏蓝色的形象存在 然后闪着金黄色的光芒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打克服和钻石的形象也非常的相配 对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好 谢谢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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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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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次MV还蛮不同的 首先是第一点我们用到了 首次用到了机械摇臂 以及无人机 然后这个机械摇臂就是 它会很精准地去对每个成员的舞蹈位置 我们甚至为了拍摄机械摇臂的镜头 提前了一天去进行MV的彩排 这在我们MV拍摄史上也是第一次 然后它的拍摄效果也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的MV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也首次拍摄了 舞蹈接力版 然后还有练习室版 还有舞蹈版的MV 在粉丝之间也是广受好评 我们成员自己也很满意 还有就是MV内容啊 首次就是用了大家交朋友的剧情 然后大概都是两两分组 比如说我跟Nanan是一个组的 我们两个的剧情就是在图书馆 写书的 的一些就是小故事啊 最后踏出了勇气 大声地说 我要给你当朋友 我和念念前辈的剧情部分是一个关于咖啡馆里 就是邂逅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 对可能就是看到一个陌生人想要跟他交朋友 然后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中间其实因为导演老师想要收录一些我们互动的部分嘛 所以说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念念前辈为我吃蛋糕的部分 我们就拍了很久很久 我几乎都把那碟蛋糕吃完了 就觉得快就是吃饱了的样子 很有气呢 像我跟小叶 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折磨的一段时间 因为小叶她只需要默默地坐在那儿 等待着我的主动进攻 但是呢我就是属于那种 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女生 但是呢我就要非常主动地对她 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然后真的 真的我在那儿我在那儿崩溃了 我怎么说呢 太努力了 太主动太过头了 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说了一些话对吧 就又不说话就很尴尬 可是她 你很过分 她说 嗯怎么样 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又很熟悉是不是 太害羞了 太害羞不说了 纯纯呢 我们这一组是出去写声 然后我和一群小伙伴们去到树下 然后在落叶下 然后进行写声 是真的有画画哦 我们每个人都展现了各自的画画功底 谁画的最好 我当然是我画的最好 然后我还 像我的部分的话还帮助就是甜甜前辈进行就是她的一片落叶落在她的头上 然后帮她摘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剧情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团标的时候是在朋友圈 然后她发一个说 哎呀没想到就一下子进入这个团队 然后我想说哎这个好眼熟 然后立马转发到我们那个我们自己的群里面 普通同学的群里面 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快来看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团标 哎当时你们看到有什么想法 我当时刚睡醒看到她发的那个我没有觉得有什么 我有点没看懂什么意思 然后后面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家的朋友陆续的发给我那个图片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 然后我就开始在微博上也有看到 然后别人也发过 就是在各种平台都有 我也是刚开始看的时候 在朋友圈发现觉得毫无违和感 只是突然很奇怪 怎么所有人开始发团标了 然后后面才发现 哦原来上面有两个小小的隔离两子 就是突然觉得一下子多了很多团员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小小的出劝一下啦 所以说还挺意外的 当然大家疫情期间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护 一定可以战胜疫情的 大家我们一定要加油战胜疫情哦 Daiski Da Kimika Daiski Da Daiski Da Kimika Daiski Da 尽力的奔跑向前不曾停歇 Daiski Da自动 Daiski Da 喇喊到啥呀 我也不会停下 大好きだ 君が大好きだ 窒息的让我 无法真诚表达 不再闪躲 直面自我 大声喊出 Diamond 情感宣泄 波在眉睫 不如坦诚一些 来的直接 第一个就是 大家都有在 好好的练习 我们大声钻石的排练 然后希望给 初披露带来一个 完美的舞台 然后就是 我们平时还会 在网上直播 这样可以跟 平时见不到的 粉丝朋友们交流 然后就是 有拍很多的短视频 然后还有 比如说健身啊 爱健身的小朋友们 现在都开始健身了 大家都练出了马甲线 我们还会有 各种各样的线上活动 然后成员们 都很积极地参与 比如说我们的 线上聊天室 跟我们平时的 那个握手会 可能有点不一样 因为是在线上的嘛 但是这样子 就可以见到 更多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然后开始 就像朋友们 视频聊天一样 就这样打电话 然后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平时 也有在上 声乐课 舞蹈课这样子 因为 虽然在 在家的期间 然后本事还是不能忘 看家本也还是要练起来的 封闭期间 我感觉我们好像都回到了学生时代 因为每天都有上网课嘛 有上声乐网课 然后呢 也有教舞蹈作业给舞蹈老师 老师会提前一天 发布第二天需要学的视频给我们 还有分解教学 所以说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一些舞蹈跟声乐的训练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发布了新单 大声钻石 为了出舞台呢 大家也有聚在一起进行大声钻石的排练呢 平时有空的时候 我们还会直播呀 最近还有线上聊天室 会用这些机会跟我们的粉丝聊天 今天是我们第二天线上握手会的日子呢 所以说今天准备了跟 昨天不太一样的造型来着 今天戴了小帽子 然后今天穿的也是 比较和昨天不太一样的风格 觉得今天更优雅一些些 总之会希望就是 连着参加两天握手会的 大家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造型 然后也希望每次都能够认真装扮一下 然后可以让大家有新鲜感 然后能让大家开心了 今天握手会也很开心哦 而且还听一些储蛮托 聊聊他们生活里的事情 所以说还挺欣慰的 觉得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进步 我也很高兴 希望在这种时候陪伴他们 能够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力量吧 我每天都有在上网课 然后有教舞蹈作业 还有让我们教大段的排练的作业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也会跟粉丝们一起进行一个直播 最近的话我们也第一次办了线上的聊天室 封闭期间 其实不仅仅是有课程 因为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 老师会给我们安排一些 比如说声乐课呀 还有一些舞蹈视频的作业 会让我们在这一天中完成 包括还有很多成员会开启自己的直播的时间 或者就是有团队的直播的时间 包括我们这一次举行的team message 聊天室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内容 再加上成员会自律地去健身 拍一些抖音或者是拍一些好玩的视频 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还有就是一起排练大声钻石 而且是放伴奏版的唱跳大声钻石 因为为了在解封之后 在疫情过后可以和大家见面的时候 出披露的时候 希望可以有一个最最完美的舞台 所以为着这个目标在努力着大声钻石 我们呢还是跟往常一样 然后有在上云深夜课 然后云舞蹈课 舞蹈课的话这次就会有更多的挑战 因为平时的话是会老师带你一起跳 然后教你动作嘛 然后现在是老师每天会发送视频 然后到群里面我们大家自己拍视频 跟着视频学 觉得还算是一个小挑战呢 我们封闭期间的基地 依旧是会进行舞蹈课和声乐课的学习和训练 舞蹈课的话也包括有大声钻石的练习 我们都很期待 把大声钻石带到大家面前的那一天 另外的话成员们还会进行各自的直播 包括我们团队也会有不同的直播计划 会给大家看 封闭期间其实我们也有干很多事情 像比如说平时会有很多的直播 各种企划 然后还有成员们自己个人也会开展 很多有意思的个人直播 然后去探索自己未知的领域 比如说我在封闭期间就学会了折纸 然后还有平时大家会健健身啊 然后一起聚在一起聊聊天 然后还有看一些有趣的 然后之前都没有时间看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看电影啊 看电视啊 然后还有就是平时也会多多的进行一些锻炼 像最近的话也有我们大声钻石有披露 然后就是也有在为之后大声钻石的舞台而做准备 所以也有在保持练习的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大声钻石的宣传 也在这一段时间进行了 对 就算是在封闭期间 我们其实也有在正常上课的 就是声乐课的话 也是以上网课的形式 虽然说确实是比较不方便一些啊 但是每天都有在上课 然后舞蹈课呢 就是安排了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 然后布置明天一天的作业 然后我们明天一天的任务 主要就是把老师给我们的视频 好好的学习下来 然后拍一个视频 回给老师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为我们大声钻石的线下出披露 排练大钻的舞蹈 都有在认真生活 也有在好好上课 会完成一些舞蹈的作业 然后也会上声乐课 为了能够和大家见面的那一天 在线下能够完美地呈现我们的大声钻石 这一次封闭期间呢 我们也是大概从来没有在基地 待那么那么久 然后呢 每天的话 其实还是和平常一样 我们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的大钻 这首歌还在后续做一些准备 然后呢 包括大钻的舞蹈也有练习 还有一些关于大钻的小小宣传 都在做准备 然后呢 希望可以在疫情好起来的时候呢 赶快把这些 就是准备都给到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然后除了大钻之外呢 我们每天还是有在练习舞蹈 然后练习声乐 除了上课之外呢 我们其实还有通过直播和粉丝 聊天啊 聊天啊 见面啊 然后今天其实我们还举办了 我人生中第一次线上的握手会 对 也是很新颖的一次活动 就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内跟大家沟通聊天 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 当然还有做运动 想让自己的身材管理更加的好一些 哈喽 我呢 现在是一个刚刚出完很多很多汗之后的样子 因为呢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和粉丝线下见面 然后呢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所以就要在基地待一段时间 然后呢 我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目标 就是做长达一个月的运动 尽可能的保持每天坚持 然后呢 为的是等到线下活动恢复的时候呢 我要让大家看到全新的声音 封面期间的话 我们每天都在基地里面 有上一些舞蹈的网课呀 声乐的网课 然后晚上的时候 也会抽一些空闲的时间 去进行一些个人的直播 然后当然还是有最重要的 自己的料理环节 对的